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也认真地交接了工作 在一丝午餐时的谈话当中 听到他自己说 已经跟公司老总见面谈过这件事了 可能过几天就要走了 我对这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 面对工资低 压力大 并且离家还很远的这种情况 这个结局是在我力量之中的 正常走完离职程序 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是会有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讨论一下 另外一个辞职的同事 这个人在三年之前就来到了我们这家公司 虽然说是一个外地人 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也在公司本地买了房子结了婚 但是刚来公司的时候 面试官谈的工资本身就不高 而且加上这么多年 这里摸爬滚打 部门就换了三个 一直也没有怎么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所以这么久以来 工资根本就没有涨过 自从我一来到这家公司 这个人就一直在试图打探我的收入状况 并且还跟我说了他自己的年薪 但是当我听到他说自己年薪的时候 瞬间就觉得不对了 他在公司这么久的一个老员工 年薪才是我的三分之一 我的年薪一半都比他多 后来在跟其他同事的谈话当中才知道 这个人把我们部门几乎所有同事的收入状况 都打听了一遍 自己什么都没有打听到 可是他自己的收入状况 却是闹得人尽皆知 其实因为这个人在工作上 某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当时经理也对他进行了适当的挽留 结果还是没有谈到一起去 本来以为这个人会像上一个人那样低调的 办完离职手续后离开 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人在后面的做法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内心原本的品质和格局 完完全全的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就在他跟领导谈崩了之后 就开始到处给那些之前跟他有过节的同事散播谣言 和传别人的私事 并且把自己在职时做好的工作资料全都删掉了 在即将离职的最后几天当中 原本属于他自己的工作没有一项是认真完成的 甚至故意把工作做坏 等随意的和同事交接一些重要的工作 何况还有句话 买卖不成人意在马 做不成朋友也没有必要变成仇人 任何事不要做的态决给大家都留一条后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私之期呢 一 行业圈子里面人员更替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大家好聚好散 在职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大家都是为了养家扑口彼此留一条后路 不要把任何事情和话语都做的那么绝对 以至于给自己在日后的成功道路上埋下了潜在的障碍 第二 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和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你对于某件事情的部门或许对方根本就不在意或者是不认同 他们只会认为你好高欲远 所以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第三 在离职的期间 所有的工作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干好 说不定就会因此给上级领导和身边的同事们留下一个人贫顾应的好影响 如果下次还有什么好的机会 大家肯定会首先想到你 第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领导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态度和考虑问题的角度 有些事情并不是对于错就能够区分开的 而是立场不同 你觉得不择手段去揭开别人的短处 极力的争辩出一个对错 这就真的能够挽回一些什么吗 其实这都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啊做人做事都是一样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所处的圈子不适合自己 看着别人都不顺眼 但是只要你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冷静的分析一下 就不会有那些让自己后悔冲动 而让他人心生厌恶的举动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聊聊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宝贵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留言哦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九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